新北市第24家公共托老中心 10月13号上午在石定峰子林正式成立 由老五老基金会受托办理 市长朱立伦出席启用典礼时表示 不论是共餐、银法俱乐部还是托老中心 都是为了要让老人家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服务 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够更加健康乐活 由石定乐林中心带来的人生暗格赞舞蹈演出 为石定公共托老中心启用典礼揭开了序幕 为了让社区长者能有妥善的照顾服务 新北市政府在石定峰子林成立了第24家公共托老中心 市长朱立伦在致辞时表示 每个人都会老 所以老人照顾一直是新北市努力的目标 包括共餐、银法俱乐部到公共托老中心 都是希望能够让长辈更健康乐活 对一些可以说失敌、失灵 可以说需要更多的照顾 我们就成立我们的公共托老中心 定义说在上班这期间 可以上来这个公共托老中心 高校专业的这些社工、这些照顾的人 还有加上我们有一些资金来帮忙 这就是我们的重要政策 位于石定峰子林大楼的公共托老中心 由财团法轮老吴老基金会受托办理 基金会执行长由莉莉表示 已经在地方上深耕多年 非常了解在地长者的需要 尤其石定的老人家大多都是由外劳看顾 缺少人际交流互动 因此希望透过托老照顾 让长辈重新拥有自身的日常生活功能 我们也发现是说我们石定区域的部分 就是外劳使用其实是全台湾最高的地方 那到机构区也是很高 那我们希望我们进来之后 可以让更多的资源可以进入到我们石定地区 来降低我们的外劳使用 或者是把我们的长辈送到机构的这样一个形象 随后市长朱立伦也亲切的 向托老中心的长辈和职工们寒暄问候 目前中心内收拖长者约有十位 并设有交易厅 棋艺厅 阅读室 运动器材等设备 而在这一天市府秘书处 还特别送来了可食地井所种植的蔬菜 许多老人家不得闲的帮忙挑菜 已经88岁的潘奶奶就说 来这里不无聊 生活过得丰富多了 这人运动了 运动了 运动 所以来这较好适 较好适 不然这样没聊 实定托老中心最特别的就是和实定幼儿园 未处于同一栋大楼 因此每周三幼儿园小朋友 都会到托老中心和阿公阿嬷一起互动玩游戏 祖孙同乐的景象相当温馨 满屋老基金会表示 托老中心以自力生活 世代共融 以及增强家庭照顾者支持系统等为目标 希望能够真正达到越老活越好的愿景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时定采访报道